羊肉含有瘦肉筋 你瘦肉筋不是经常给猪吃吗 怎么羊肉躺腔 瘦肉筋是什么 为什么要添加 人吃了有什么危害 160个国家和地区禁止了 为什么美国和加拿大却被允许使用 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 你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上个月的315晚会 意外的出现了瘦肉筋 案例是来自于河北苍州清线的羊肉 瞬间引起一片华人 瘦肉筋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瘦肉筋它不是指一种具体的药物 而是指一类 叫做β肾上腺素激动剂 那检称就是β兴奋剂 包括这些种类 其中克伦特罗 沙丁安醇 莱克多巴胺三种最常见 也是有关部门监管和检测的主要类型 克伦特罗是第一代瘦肉筋 而沙丁安醇 莱克多巴胺则是克伦特罗的替代品 俗称第二代瘦肉筋 那这一次315问题羊肉 检测出来的就是第一代瘦肉筋 克伦特罗 克伦特罗它本身是一种支气管的扩张剂 是用来治疗哮喘的一种药物 后来发现它可以改变代谢途径 加速脂肪的分解 促进肌肉增加 说的白话一点 就是让牲畜猪啊牛啊羊 可以只长瘦肉不长飙 而且吃了瘦肉筋的猪啊 比没有吃的瘦肉更多 更壮 更难卖个好价钱 所以很快养猪肠 养牛肠 还有养鸡肠就开始大规模的运用瘦肉筋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 严重后果很快就来了 食用这些肉类的人群呢 很快就出现了 恶心头晕 心悸等中毒的症状 严重的呢 引起心跳骤停 导致昏迷 甚至是死亡 1990年 西班牙就首次爆发了消费者 因食用残留的克伦特罗牛肉 就导致中毒 葡萄牙呢 至少发生4起克伦特罗事件 50人中毒 2007年 上海市336个人 因食用了残留由克伦特罗的猪肉 发生集体中毒 2009年 广东省有70多人 因食用猪的内脏 引起中毒 前面也讲过 克伦特罗呢 它属于兴奋剂的一种嘛 那你这个猪吃了这个兴奋剂 人在吃了这个猪肉 由于这个食物链的关系啊 坑了一大批的运动员 中国柔道奥运冠军 同文 由于在2009年 柔道市井赛之后啊 吃了这个瘦肉筋的肉 尿解呢 呈阳性 被竞赛两年处罚 这位三届还法自营车赛 冠军得主 也是因为吃了 克伦特罗残留的肉啊 在2010年 还法自营车赛中测试呢 曾阳性 也是被竞赛两年 相同遭遇的呢 还有中国游泳名将 欧阳宽鹏 密泽涛 考虑到克伦特罗的危害性 欧盟是在1989年的时候 禁止克伦特罗啊 加入到这个饲料当中 那美国是在1991年的时候 禁止 中国是在1997年 也明确禁止了 为什么明文禁止了 还屡见不鞋呢 答案是高利润的驱动 一千只羊 那么用了受入金之后 可以多赚5到6万人民币 明明是一种治病救人的药 到了不法的养殖户手里 却成了赚黑心钱的利器 说到这里呢 您肯定很好奇 为什么美国加拿大却允许使用 难道他们就不怕吗 美国加拿大允许使用的 其实是第二代瘦肉精 莱克多巴胺 相比于第一代克伦特罗呢 莱克多巴胺毒性小 代谢块也不会在体内累积 貌似呢 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影响 经过实验认证之后呢 美国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局FDA啊 就在1999年的时候 就批准了莱克多巴胺 可以作为饲料的添加剂 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农场组可以随意的使用这个饲料 FDA呢 对于像猪啊 牛啊 鸡啊 不同的牲畜 它的使用时间和剂量有严格的要求 以猪为例 通常是在宰杀前的21到28天 使用的剂量是每吨饲料中含有4.5到9克的莱克多巴胺 这种情况下喂养我们最后吃上的猪肉 莱克多巴胺呢不大可能有残留 即便有的话也不会有健康影响 当然了这是美国FDA的说法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呢 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的独立学的论证 也是认同了FDA的这个结论 但是呢 在最高残留限量的支顶标准呢 比美国要高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在牛肉和猪肉的残留量设定是10个PPB 也就是10亿分之10 而美国设定的牛肉和猪肉分别是30PPB和50PPB 美国人的心要大一些 但是呢 欧洲食品安全局EFAC呢 就举双手反对 他说啊 这个FDA所谓的科学数据 都是由制造莱克多巴胺饲料的爱兰克公司提供的缺乏可靠性 真的是这样子吗 于是呢 我去世界卫生组织WHO下属的国际化学品安全的官网上 去查了莱克多巴胺的安全性 果然里面大部分的数据都是由这家公司提供的 那欧盟反对的还有个理由呢 就是莱克多巴胺的人体样本数据太少了 总共呢 只有6名男性 中间有一位呢 出现心机异常都退出了这个实验 所以这么5个实验样本 你很难确定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安全 所以呢不管你FDA怎么说 我们欧盟是严格禁止莱克多巴胺的 又报道说啊 欧盟提出质疑 它其实是出于保护欧洲养殖业的目的 就把美国这个又瘦啊 又便宜的这个肉啊 冲击欧洲本土的养殖业 那我们先不管啊 政治啊 贸易这些利益关系 我就想知道 从学术研究这个客观的角度上看 莱克多巴胺到底有没有安全隐患 唯一一个人体实验呢 就是前面讲到的6名志愿者 口服40毫克 研酸莱克多巴胺 结果发现呢 莱克多巴胺迅速的吸收 平均0.6小时后呢 出现这个血浆浓度的峰值 那么平均半栓期为3.94小时 给药24小时之后啊 血浆中呢 就检测不到莱克多巴胺 那这个实验说明呢 这个莱克多巴胺啊 在我们人体体内 它的半栓期很短 代谢非常的快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征兆 关于莱克多巴胺 其他的毒理学研究呢 都是集中在动物 最近比较有代表性的呢 就是关于9只狗的研究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科医人员 给9只狗 口服了1毫克每千克的莱克多巴胺 不要之后2个小时 所有的狗啊 都昏昏欲睡 有几只呢呕吐了 12个小时之后 新电图显示 9只狗当中有7只心率异常 通过解剖实验发现 有一只狗呢 出现大面积的心肌坏死 中度的骨骼肌坏死 和分段式的动脉病变 另外一只狗也有轻度的心肌坏死 和纤维化 也发现了动脉有病变 通过肉类产品 摄入莱克多巴胺的健康风险评估发现 致癌性的风险呢 很低 但是呢 具有一定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俄罗斯呢 通过评估认为 考虑到俄罗斯人的饮食习惯 莱克多巴胺可能会 加剧心脏病的发生和发展 预期寿命呢 可能会减少 所以啊 俄罗斯禁止 莱克多巴胺 2015年台湾医科大学的科医人员 通过细胞培养和 果饮观察实验发现 莱克多巴胺具有潜在的 泌尿生殖毒性 所以动物直接摄入莱克多巴胺 产生的生物毒性 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我们人类 毕竟不会直接吃嘛 FDA也是名闻禁止了 就是直接食用莱克多巴胺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 牲畜吃了莱克多巴胺之后 体内的残留情况如何 那如果多的话 相当于我们直接在吃啊 对不对 根据研究显示 莱克多巴胺在动物体内的途径呢 主要有葡萄档全酸和硫酸醋 极有反应 不同动物呢 代谢物的排泄不一样 比如火鸡 通过胆质可以排放 35%到60% 说明肝脏对于莱克多巴胺的 代谢在很重要的作用 而猪呢 80%是通过尿液排出体外 说明起作用的器官是肾脏 与此对应的是 莱克多巴胺在动物体内 残留情况也不一样 给猪连续喂养20毫克 每千克的莱克多巴胺 7天停药24小时之后 脂肪中呢 也就是肥肉当中啊 测不到这个残留 但是肾脏和肝脏 残留量却很高 而且肾脏高于肝脏 火鸡的研究实验发现 肝脏的残留量 是肾脏残留量的三倍 此外呢 还有研究显示 猪的肺啊 视网膜 牛和火鸡的眼组织 都发现了 有莱克多巴胺的残留 大部分研究显示 动物体内的莱克多巴胺啊 这边是在灵修药期 生出肉里面 检测的莱克多巴胺的残留 都是非常的少 但是呢 其他的一些器官和部位 像肝脏啊 肾脏啊 眼睛啊 毛发啊等等 却有不同程度的残留 所以这个也不能理解 美国人他不怕 因为他们又不吃内脏 在西人超市 基本上看不到 心啊 肝啊 肺啊 大肠 这些内脏 即便偶尔有的话 大多数是东方人在买 所以不管是中国大陆 还是台湾地区 严格禁止瘦肉筋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因为我们要吃内脏 冒炒猪肝 卤肥肠 多好吃的呀 那我们在加拿大 是不是天天吃 这个瘦肉筋的肉呢 在做这期影片之前 我觉得应该是 但是呢 查完资料之后啊 我发现我想多了 加拿大是允许在 饲料中添加 一定计量的 莱克多巴胺的 但是目前市场上的肉啊 基本上不含有 莱克多巴胺 为什么呢 作为世界上 第三大猪肉出口国家 97%的猪肉 又要销往 欧洲啊 中国 俄罗斯这些大市场 而这些地方 是严格禁止 莱克多巴胺的 怎么办呢 谁会跟钱过不去啊 所以市场为导向 加拿大本地的养殖主 就慢慢的 不再嫁这个东西了 要知道中国一年的购买价值 是6亿美元哦 加拿大猪肉商会的官网上显示 几乎哈 没有说是100% 几乎所有加拿大猪肉生产商啊 都不未含有莱克多巴胺的饲料 而且呢 还专门有一个 加拿大无莱克多巴胺猪肉的认证计划 所以呢 如果您也在加拿大的话 就不用太担心这个瘦肉症的问题 即便是偶然吃到 应该也没什么 你看我们的邻居 美国人民吃了20年了 好像也没有听说 什么重大的安全事故 那如果您在国内的话 也不用过度的担心 进口肉 瘦肉筋这个问题 其实中国海关 对于进口肉的检查 是非常严格的 而且不管是加拿大 或是美国 但凡进口到中国的肉啊 都要加一道无莱克多巴胺这样的屏障 当然啦 如果是走私啊 或者是其他非法途径 就说不清楚了 那对于本地的肉呢 最好去正规的超市购买 这样子肉质就有保障一些 其实在正规的场所的话 不大容易买到瘦肉筋的肉的 因为厂家他也不愿意去铤而走险 因为在中国大陆这是犯法的 要判刑的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现在对于瘦肉筋的检测技术 已经非常的成熟 比如说像色谱法 HPLCGC 免疫分析法 还有毛续管电容法等等 那这些的话 一般的肢解部门 或者实验室都很容易办到 这一次315瘦肉筋羊肉 本身是过不了检疫的问题羊肉 养殖主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不敢到正规的市场去销售 而是凌晨三点 偷偷的在流动的货车上交易 商贩表示 之所以不在市场内的商铺上销售 是因为这些羊肉无法通过检测 最后总结一下 第一 摄入镜的种类很多 第一代像克伦特罗 对人体危害大 各国是严格禁用 第二代 莱克多巴胺各国规定未统一 像欧盟 中国 俄罗斯等160个国家和地区是禁止的 但是美国 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允许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作为饲料添加剂 第二 直接摄入莱克多巴胺的动物实验显示 残留明显 生物毒性也较大 但通过饲料添加剂 喂食的动物实验表明 动物肉中残留量很低 在其他一些部位 像肾脏 干燥 有不同程度的残留 第三 加拿大市场上的肉 大部分不使用莱克多巴胺的饲料 第四 国人不需要过度恐慌进口肉 美国 加拿大出口到中国的肉 都需要通过 无莱克多巴胺计划 这样一道屏障 第五 选择正规渠道购买 建议摄肉筋检测技术的成熟 正规场所的肉 不大容易有摄肉筋 第六 少吃内脏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如果有收获的话 请帮我点赞分享加订阅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